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够单脚倒挂 再用另外一只脚固定果实 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所以他又有果福的称号 但想要在野外遇到他 可真的需要耗福氣 臺灣胡福目前主要分布在花蓮市區 因為生存環境與人類重疊度高 棲息地被嚴重破壞 臺灣曾經有2000多隻的熔井 早已不復存在 全臺灣大概只有200隻 那在花蓮這邊經過調查 大概有50隻的數量這樣子 為了解決即將絕跡的困境 花蓮縣政府預計將美輪溪區域 籌設二級海岸生態保護區 希望能夠用保護區的方式 減少人類的過度開發 我們在美輪溪的出海口 一直到中正橋的這個河段 那我們劃設了一個針對保護 胡福的這樣的一個 二級保護地區 那有一個比較友善的一個環境 保育團體也呼籲要是遇到他們 不能任意捕捉 不干擾 不接觸 不餵食 才是最重要的守護方式 華視新聞 張憶君 張俊惠 戴子祥 花蓮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